如果你是汽車線上的忠實觀眾 你一定知道我們家總編輯羅哥 他購買了一台 Defender 1110 車型 所以你在我身後看到這台 Defender 你會覺得 Defender 為什麼又要再拍一次試駕影片 為什麼要冷犯熱潮呢 其實這一次我們所試駕的 Defender 是 E30 的車型 在 Defender 車型上面 它主要有分為 90、110、130 車型的差別呢 差異就只有在車身的尺寸大小 90 是軸距最短 車身尺寸最小 然後來到110跟130 雖然130跟110的軸距是一樣的 可是在130的車廠已經來到1米2左右 所以它在車內的空間呢 標準配備它是來到八人座的設定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來試駕這台 Defender E30 車頭部分 它其實沒有做太大的變化 就是一樣非常經典的頭燈組造型 也是非常的特殊 今天所試駕的這台車呢 它又選擇一個進階版的黑色化套件 就是你可以看車頭看上去 它的引擎蓋是黑色的 然後 Defender 的字樣呢 也是黑色的 所以在整個前的進氣bar 以及前進氣水箱護罩的部分呢 它也是全部都採用了黑色鋼琴烤漆處理 鋁圈的部分 它標準配備是20吋的規格 我們試駕的車型呢 選配到了22吋 然後鋁圈內部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 運動化的 賽車等級的 煞車卡鉗 前面配置呢 是六活塞 後面呢 也就是單活塞的設定 它的黑化套件 一路延伸來到車尾 像是在尾燈呢 後保桿呢 一樣都是採用了黑色鋼琴 然後尾燈呢 也是跟 Defender 就是一模一樣的特色元素 就是 圓燈內砍式的尾燈 這些造型呢 我覺得這是 Defender 最漂亮的地方 然後在130的差異上呢 它標準配備 你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 紅色兩個拖車勾 以及下方呢 還有尾車的拖車勾 這些都是在130上面 是標準配備 而且是合格認證的 130的後行李箱空間呢 它的變化是非常的多的 可是所有的功能呢 都是用手動去操作 首先呢 如果你要把第三排的座椅 傾倒的話 你就要先把頭枕 先倒下 倒下之後呢 它就有一個 非常好出力的拉環 就可以把第三排座椅 完全的傾倒 完全傾倒之後呢 它的置物空間 是非常的大的 可是 因為它有第三排的空間 所以它的 行李箱空間 是沒有辦法非常的平整 因為它下面 還有一些車輛的機構 以及它有第三排座椅的機構 所以它並沒有非常的平整 所以它中間這邊 會有一個凸起物 進到 Defender 130的駕駛座 你會發現它整體的配置 跟我們所熟悉的110 是完全的一模一樣 不管是在中控台 它使用的也是一個 11.4吋的多功能螢幕 它可以支援無線的Apple CarPlay 以及它另外呢 在裡面你也可以去監控 車輛的狀態 像是越野的一些外部的影像 然後另外呢 冷氣空調座椅 都可以從這個 11.4吋的螢幕去做控制 下方呢 排檔桿它的造型就是立體式的 然後左邊呢 這個冷氣介面是非常的重要 它除了可以控制冷氣之外呢 它也可以去控制全地形模式的狀態 以及它的車輛高度的調整 都在這一個冷氣 以及多功能的介面去做選擇 所以這個地方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然後後方呢 中央扶爪也是非常的寬大 它裡面呢 標準配備有一個自冷的冰箱 你可以把飲料放進去 在夏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喝到非常冰冷的飲料 然後前方呢 有無線充電板 然後雙杯架 以及它下方呢 鏤空的設計 所以有更多的置物空間 整體的上面呢 Defender就是以實用性為主 所以不管在車內呢 它也有很多的巧思的置物空間 然後駕駛者的介面呢 一樣採用四幅式的方向盤 左右兩邊也有非常多車輛的控制單元 以及前方的儀表板呢 它並沒有採用全螢幕 它是採用雙圓搭配中央的顯示幕去做設計 然後我相信大家對於130也是非常好奇 後座以及第三排的空間 所以我們直接 我們來後座來看一下它的第二排 以及第三排 來到第二排呢 你可以發現它的座椅空間 也是非常的寬敞 其實在110上面 它的空間已經表現得非常的出色了 然後第二排的座椅呢 一樣有前後的滑移 然後你可以像是 如果你想要舒適一點的話 你就往到後面 你想要後面行李箱空間 或者第三排 乘坐者有更大的空間 你就可以把座椅稍微往前滑椅 然後達到一個比較標準的座姿 然後另外呢 在椅背 它也有一個多段的角度調整 雖然角度的 可以調整的幅度不大啦 可是對於乘坐者來說 你很容易可以調整到一個 非常舒服的座姿 然後後座呢 也有冷氣出風口 以及雙區的恆溫空調 所以在車輛的標準配備 它是四區的恆溫空調 然後頭部呢 頭部空間也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全景天窗 第二排空間跟110差不多 所以最重要 也是本片最精采的 就是130的第三排空間 走大家去實際體驗看看 來到進到後座呢 其實也是非常的簡單 基本上就是開了門 然後在它的座椅部分呢 有一個撥桿 可以去撥 然後座椅呢就會往前 椅子椅背就會倒下 雖然它的空間 沒有非常的大 就是進出的空間沒有非常大的 就是稍微進去的時候 還是要 爬 蹲下來 進來 就可以到第三排的後座的空間 然後我們把它呢 移正 如果前方的角度 前方的座椅位置 我覺得以這樣來看 前方的座椅 空間 乘坐空間也是非常的舒適的 然後第三排呢 老實講 第三排它的座椅 真的是可以坐到成人的位置 像是我頭部呢 也是有一個拳頭 然後西部呢 就處決於 第二排座椅的調整的位置 如果它往前移一點的話 第二排 第三排的西部 空間就會非常的大 然後另外 它在第三排座椅 也有一個 天窗的配置 可是這個天窗呢 是無法開啟的 然後另外呢 你可以發現 在車頂的部分 它已經捨去的非常經典的 一個鏤空窗戶 在130上面是沒有的 然後另外呢 在乘坐的一些舒適配備上面呢 它也有冷氣出風口 可是它並沒有辦法去調整它的溫度 它第三排的溫度 是跟著第二排的雙區恆溫去做調整的 然後另外呢 它有配置座椅加熱 這對於冬天來說 是非常有用的一個配備 可是你會發現的很可惜的就是 在第三排座椅 它並沒有配置手機的充電孔 它雖然有自杯架 然後也有手機的一個網帶 可是它並沒有一個手機的充電桌 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上路去體驗這台 Defender搭載的這一顆 P400直列6缸 3000渦輪增加引擎的 動力性能表現 以及在車身尺寸加長之後 對於它整體的操控有沒有影響 我們出發前呢 看樣盤大概是一圈又多了 大概110度 然後上路吧 這顆首次導入台灣的動力規格 它是一顆直列6缸的 3000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再加上它的變速箱 是使用的八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所以整體看上去呢 我覺得對於這台車重 已經超過約2500多公斤的車重來講 看起來應該是非常的夠用 以及非常的充沛 我們從數據上面來看呢 你會發現它的 這顆引擎的特性呢 是比較於偏向高轉的 就是它的馬力呢 峰值大概在6000轉 然後扭力峰值也大概在5000轉 所以就是你必須要拉高轉速 它才能完全發揮這台 這顆引擎該有的動力 所以你就會好奇啊 那這樣子低速是會不會因為它的車重這麼重 再加上它的設定又是屬於高轉 在低速呢會不會來的 渦輪磁質來的非常的明顯 老實講呢我上路體驗 我剛開始開的時候 還沒開之前我也有這樣的疑問 可是當我上路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低轉呢 好在它的引擎排氣量夠大 所以低速的時候 它的輸出加速呢 都有稍微彌補了一些渦輪磁質的問題 所以當你大腳油門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速度其實來的非常的快 所以對於消費者來講呢 它並沒有給你太大的壓力 在駕駛上面 所以在懸吊的設定上面呢 它是比較偏向柔軟的調性 所以在山路上面行駛 並不是它設定的舞台 畢竟山路上面你搖晃速度快過彎 它的車重又重 車身高度又高 重心又高 這些物理上面的調性 是沒有辦法用避震器 或是懸吊去做彌補的 如果你想要加非常硬的避震器 這台車就會變得非常的不舒服 而對於130來講呢 你開在市區上面 其實它並沒有太大的壓力 它的整個車身尺寸 前半段其實就跟110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只要抓好它的一個車距 就是你要抓好你的距離感 對於穿梭在小巷子 或者是比較窄的路況的話 其實你的控制也是可以非常的精準 尤其是現在呢 車輛都搭載了 像是環景的功能 以及車尾啊 不管車身四周 都有設置鏡頭 所以當你覺得有一點點壓力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些科技的配備 可以去浮捉你 在於穿梭巷子裡面 就可以避免一些車輛的碰撞 另外在DEFENDER130上面呢 它其實也有配備很豐富的主動安全 像是車距的控制啊 車道的偏離啊 都可以透過 你的右手邊的方向盤控制按鍵 去做開啟或是關閉 然後可以去調整你前後車距的距離 130上面它的動力其實是非常的快的 它0到100加速只要6秒多 已經是達到了一個性能車的一個級距 就是它加速是非常的輕快的 可是唯一可惜的就是 它沒有配置換檔撥片 也許原廠認為它台車就不是性能車 所以你會用到換檔撥片的時候 可能就是在越野的時候 需要去控制檔位 它的輸出的曲線 這時候才需要去控制檔位 所以他們可能認為 你在越野的時候呢 你用手動排檔桿去做檔位的切換 而另外呢 這台車其實130它的後軸之後加長了 所以對於越野的離去角 多少都有受到一些影響 110它的離去角大概40度 可是來到130的時候 它只剩下20幾度的離去角 所以在越野性能上面呢 會因為130的車身的尺寸放大了 所以多少會影響到它這個越野的一個性能 好啦接下來我們今天呢 有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要去開著這台 Defender 130去做一個秘密的任務 我們等一下再告訴你我們這次的任務要做什麼 好啦我們今天的特別任務 在朋友的店裡面在我們比賽車用的輪胎 就是要看這台Defender 130它到底有多能載 首先呢就是要把座椅傾倒 就是手動的 我相信如果第三排傾倒應該就可以裝得下了 這是我們比賽車用的光頭胎 尺寸呢是18吋的光頭胎 都是用過的中骨胎 好啦四條18吋的光頭胎 真的非常能裝 我們任務就到這邊 到下一個點 我們到了土城的魔術工坊 就是我們這次任務的最終的地方 就是把輪胎載給我的朋友 所以Defender 130呢 其實它的空間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不管你是要載人或是載物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好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載物的需求 我覺得Defender 130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Defender呢剛在台灣上市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造成了車壇上面的話題 尤其是非常多的一些老玩家 他看到Defender這麼經典的車款 又付出於在車壇上面 所以對於一些硬派的越野玩家來講 Defender是一台非常值得收藏的車款 所以這也造成Defender剛上市的時候 台灣呢就造成了缺車 雖然有大部分是因為晶片所造成的 可是在車室上面的Defender 確實是一台非常搶手的車款 而來到Defender的130之後呢 其他在市場上的存在 可以吸收到一些他想要8人座的消費者 然後又可以一個非常舒適寬敞的 內裝的空間 以及一些比較豪華的配備來講 Defender的130呢 確實可以吸收到一些這些消費者 這些族群 可是對於越野玩家來講呢 Defender130 它並不是一輛真正非常適合硬派越野的車款 因為它的車長增加了 所以不管是在進去還是離去角 尤其是離去角 它的影響非常的大 而Defender130呢 其實在它市場上 跟這些我們X7或者GLS相比的話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在於它的售價 它的售價在台灣販售 單一規格單一車型 售價為446萬 而如果你反觀是X7呢 最入門的版本 它也要超過了500萬的價格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家族 或者是你是有喜歡在全家大小出遊的人 然後又喜歡一些比較outdoor活動方面的消費者 我相信Defender130是非常適合你的一台車 所以我是阿德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會盡快的回覆你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好 nog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